银行记账员属于银行行业内为数不多的不接触钱的岗位 他们工作于室内,每天工作便是与一张张凭证打交道 银行记账员全年处理超过一万张凭证,累计高达12米 其实看似轻松的职业,背后却有着说不清的辛劳和奉献 近日,在兰州工商银行,清晨六点,守经人将堆积如山的款箱推出金库 将凭证交至记账员手中,记账员看着凭证将信息录入电脑 室内敲击的键盘声与室外款相碰撞声自己比赋 54岁的记账员徐玉兰告诉记者,记账员主要负责现金、贵金属、空白重要凭证等账务处理 按照先入库后记账,先记账后出库的原则,做到账品款对,分分角角都不能错 在计算机已经被普遍使用的今天,古老的算盘因灵活准确等优点 一直被许多年纪稍长的老师傅们沿用至今 有些老师傅还是忙打,就是眼睛不用看的,把那个数字就在算盘上来回打 还打得特别准确,比较快 现在账不拼都基本上,就像我们里面如果拿不合适了 账不拼了,我们都是,因为大家都在一起,不想要找着把这个账找拼 必须要找拼,就是一分钱也不能错 据了解,记账员岗位不同于其他岗位 每当核对账目出现问题时,客室记账员都不能下班,必须找清原因 手工记账时代,为保证银行记账员工作效率和准确度 除了各种培训和考试外,银行记账员还会以备车牌 接电话号码的方式提升数字的敏感度 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数字,就是千万以内,或者一千多万减确,或者八九百万 眼睛一看,寥寥中,他就把它加减出来 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全下网点,一百零五个网点 可以算是九十个网点的电话 都在你脑子里? 都在我脑子里 而且把他这个人的声音一听,这是给了一个网点的 他网点的编号,我们的网点的编号从一位数到三位数 还有他哪天休息,我们都要必须把它记住 要不记住,我这个计划就没办法做一天 随着电脑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 电脑操作几乎完全取代了过去的手写操作 现代信息系统会自动生成会计凭证 各类账簿,各类分析报表,财务报表等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 记账员工作量虽然递增,但是工作压力也随之递减 不仅保证了有效及时准确记录凭证,也保证了银行高效的服务效率 感谢观看